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知道季后赛马上就要到来 对广东来说呢他们目前的整体的态势并不被外界太看好 毕竟现在广东队排在整个球队的第5名当中 这个成绩几乎也创下了广东的在近几个赛季以来最糟糕的成绩 关键是目前的整个球队的一个阵容配置包括大家的状态呢尤其糟糕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外界肯定都觉得广东队冲冠是没有希望了 反倒是觉得辽宁队啊浙江队这些球队呢更加有冲冠的实力 所以从目前来看难道广东这边就此认怂就此放弃吗 那么从目前媒体爆料的一个消息来看呢很显然并不是如此 本赛季我们看到广东队呢也的确在后半程呢第3阶段引入了双外援的配置 除了说威姆斯这个常规配置之外的话 莱多这个外援呢也是回归 但是在一开始啊大家对于莱多啊寄予厚望的话 他的表现并不能够得到球迷的满意 那么本赛季进入到现在以来呢打了十七场比赛的话他打球的风格太多 而且呢不适合整个广东的团体作战这样的风格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在能力不达标的情况之下呢 那么广东如果说还想继续以双外援的配置 去打败其他强队或者总冠军的话 就必须呢可能去更换另外一个外援 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要求 虽然也就难怪有媒体爆料就在最近呢那么大家猜测说 朱方雨很有可能在近期啊 暗暗度成仓 那么暗暗呢那么去帮助马尚布鲁克斯恢复来帮助广东队去争夺四连贯 那么我们知道其实马尚布鲁克斯呢本身就是广东队的一个强员 在此前是因为跟剑断裂的选择休息了一年多 那么他也是名副其实的广东三贯王功勋 当初广东能够取得三连贯其实和他以及威姆斯的一个努力呢是分不开的 所以这一次如果说马尚布鲁克斯能够在朱方雨的一个安排之下 能够悄悄回归到时候给到这些球队吃命一击的话 那么可能确实呢能够给起到一个意想不到的一个效果 而且从目前来看来其实马尚布鲁克斯付出啊基本上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毕竟我们知道其实呢从第啊这个常规赛开始之后呢 马尚布鲁克斯就穿着广东队的夺冠队服 一直在在他的国外社交平台当中呢 赛出自己训练甚至上蓝的视频 从他的这样的一些一系列动作来看呢 一方面表达马尚布鲁克斯非常渴望能够回归广东队 另外一方面也看得出来马尚布鲁克斯现在身体康复的很好 即便是回归散场应该也没有太多的一些问题 而且在此前的直播采访当中呢 朱方雨也曾经表态过说呢他们也一直在等待着马尚布鲁克斯的回归 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个外援 因此的综合这些消息来看的话那么也难怪外界有媒体猜测了 最近马尚布鲁克斯完全有可能会付出来联手 威姆斯去争夺这一次四连关 所以如果说这个消息啊到时候真的是是真的是能够实现的话 对整个广东甚至对整个季后赛的一个冲击呢 都会非常大 所以啊其实啊在此前的话那么大家都觉得广东队没有办法去夺冠 没有办法有太高的一个实力 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那么可能呢这个说法要被彻底推翻 而且我们也看到在最近这段时间呢威姆斯还在社交平台当中呢发表了一番狠话 算是给整个球队立下了军令状 他说呢整个球队作为一个未免冠军的话那么其实大家一定不要忘了他们这个身份 本赛季最终的目标呢还是向四连关发起冲击 所以说实话我觉得威姆斯这番话呢还真的是说对了 他们作为一个未免冠军呢不可能就此放弃 也不可能呢彻底认怂我相信广东队那么在珠芳宇以及杜峰的一个加持之下呢 本赛季还会给大家呢带来更多的惊喜 接下来我们也不妨期待一下广东队在季后赛的表现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拜拜